陳怡 話不能說一半 你得說完了 什麼柴柴 我托他指手 捉弄坤地 可是讓他給搞砸了 你就大人不及小人不 原諒我這回兄弟 小小小 我原諒你 不過你得先細細道來 是哪一件事啊對不對 就是你在國子劍中毒的那一次 是我要魏長紅 在飯菜裡下的藥 你非要給司夜做飯 我就往裡下藥 你讓魏長紅下了什麼藥 下藥 看這個 我吃下的並不是鮮藥 而是西昭的毒粉 能置人於死地 這麼說來 這魏長紅必定也與西昭脫不了干系 我們被判斷了 糟了 等會兒 說好 喝了酒就是好朋友 日後 日後有機會 我一定跟你喝 不是 不是 小姐 你回來 我 我送洛天 我送洛天 終究沒有朋友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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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你突然跑去荆州幹什麼 我找到了 安齊 卓公子 你來了正好 快幫我勸住小姐 你去荆州何事 思夜好像住了埋伏了 我要去救他 他有難 值得你去拼命嗎 值得 小姐 等等 我陪你去 我陪你去 公子 從一站出來好一會兒了 為什麼他們還沒到啊 會不會路上出了什麼事 押街是個苦勞 不會這麼快的 小姐 动手 公子 前面伸下 驾 驾 驾 没事 救人 救命 救命 救救人 救救我 下 四爷 四爷 快走 魏大人 快走 驾 快走 不二 快走 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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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我不认你有事的 你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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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四爷 我们是受严大人之名而来 别管我去追人 跟我走 是 大师 付好一家公子 书名 你去追魏长后 我去追魏大人 千万小心 阿琪 阿琪 公子 公子 阿琪 阿琪 s lubi s s 还是来之来 大人 麻烦你们伤后 我还会关到一趟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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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杀 杀 杀 公子 好点儿了吗 烈 怎么样了 去完了 毕大人死了 二十 烈伤得这么严重 我们得赶紧回身就医 这样拖下去不是个办法 走 阿清 你先回去 别管我 阿姨那帮人再逛过来了呢 我要你安全 认知 这不是国子宪 我不是要听你说这种话的 那我们还等卓公子吗 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那帮人不是冲着他去的 不会独自一举 还有那么多冠冕护护震 走 小心 来 走 公子我带你 不用 我不要跟你一起做 可是 早说了 公子小心伤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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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ine 卓公子 魏展红怕是生还不了了 不打紧 计划已经失败 它也没有活着的意义了 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 颜三郎那边收到魏家 即将到达荆州的消息后 燕云芝必定暗中跟随 只是没想到 半路杀出来个丧气 事已至此 我可算了 我已经料想到了 计划失败的可能性 在回去的路上埋伏了人手 亡羊补牢 不可以伤害丧气 知道周公子的心思 早就吩咐下去了 绝对不会伤害等你的小丧气 不是受了伤吗 哪来的力气搂这么紧 我不是要你好好待着 怎么又骂人跑过来 魏家有鬼 你跟着他们一定有危险 你知道他们有鬼 苏洛天跟我说了 他给我下的是解药 经了魏长红的手 却换成了细招的毒粉 魏家一定不简单 我可以帮你 来 来 靠着 果然是洗澡鬼 想要把我们赶紧杀剧 果然不负名声 快去 公子 怎么会这样 公子 我们现在只有一匹马了 可能一起回城 有些困难 阿琪 这里危险你先回去 后来大夫和马侄 我们在这儿等你 我陪着你 马侄 麻烦你去趟吧 我 好 交给桑小姐了 一定要小心啊 驾 驾 驾 阿琪 你别这么看着我了 我没事的 我心里有疏 你伤这么重 好好休息 别说话 我想说 既然你想说的话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 哥哥跟西州到底有什么瓜葛 铁兄 为了庆祝你身体开始好转 我把我爹最好的酒都给偷出来了 铁兄 铁兄 你怎么了 白天不还挺开心的嘛 是边在那儿出了什么事 一念之差 千里之遥 一念之差千里之遥 哥这是何意 你说我也琢磨了一阵子 第二天 铁兄就在我面前暴逼而望 按照我做的说法 铁兄他是病急共心 可铁兄那个时候明明就告诉我 他的身子已经开始好转了 而当我想要 据查真相 找线索时 却发现铁兄在郭四健的所有痕迹 都已经被认为的清理了 难道 难道是因为哥哥知道了一些不人知 带我极其重要的信息 你们在干嘛呢 是谁让你们招铁兄的东西了 我们不知道啊 刚才有一颗四城官府的人吩咐了博士 博士让我们招的 说只是清理财务吧 那些烧衣服的人 是没有办法直察到的 对不对 铁兄的事情很快就被了解了 从郭四健到台卫府 都默认了他就是因重病而亡 可是我心里清楚 我清楚一定是有人在背后谋害了他 只不过对方过于隐蔽 而我那时又是一个学生 无力追障 也无力与之康好 是因为你的坚持 哥哥的事情才没有走入死局 不过 你是怎么查到西招这条线索的 自我认识郭子剑私业 我就一直在侦掌 利用颜三郎之无之便 我一直暗中留意着 于鱼兄 相似的死亡状态 就在你静谷子剑读书的前后 我们发现了 一起特别相似的案发现场 在那里我们发现了西招的坟墓 怎么会这么巧合 现在线索指向了宋 魏良家 虽然对方在暗处 但我可以肯定 他们势力极大 当初我静谷子剑的时候 你对我百般刁难 后来要安排我到凌雾峰去拜师 其实都是为了 保护你 都是为了保护你 到底是谁 我真是希望 你经受历练之后 能够有能力自报 害怕的就是像现在这样 早日暗算 四爷 四爷 这 四爷你没事吧 阿琪 我突然想 想休息一下 不行不行 你不能想 叶芸芝 你看着我 你睁开眼睛看着我 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怎么 怎么见明啊 你真的愿意让我带着这份感情度活吗 那我们何时见明 都不是知道的吗 公子 公子 凡事 于 公子 公子 凡事快 公子 马车和大夫都到了 公子 你这嘴是怎么回事 谁又伤你了吗 赶紧扶他上车 不要大夫 而且你扶我就行 可是公子 来 是我的剑 好 嗯 来 来 我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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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躏 我坐这儿